我在进入先知团队之前 会以为在启示性的服饰 是为准确是为第一个优先 透过操练当中 有更多倚靠神的信心 知道神要的是一个态度跟生命 也透过这样的服饰当中 让我更多的人敞开心中 更多完全顺服神 成为神合用的器皿 其实受感说话那时候在操练的时候 其实我大概觉得十个人就很困难了 可是当真的听话去做的时候 我发现从原本的八个人 到十几个人 到二十个人 到三十个人 到八十个人 到甚至一百多个人 到后面其实在操练当中 也让自己的受感说话 其实可能无意间的一句话 可能就能触动到 这些弟兄姐妹的心 那其实每天都在为我母亲受感说话的时候 我忽然就是领受到她小时候的成长背景 她的姐妹对她的不平等对待 开始为她挪去这些她生命当中的负面情绪 然后也开始帮她加添一些正面的属性在她的生命当中 那结果有一天的时候 我母亲忽然就跟我分享说她小时候如何被她的姐妹 在工作职场上或是家事当中 就是被这样的不平等对待 听到这一段我就知道 原来真的在受感说话当中 是可以真实地先领受到神的心意为她来祷告 我觉得在这一段当中让我真的经历到神的作为 还有一个是二四七的祷告文七十个山头当中 尤其是孩子对于娱乐是比较有挑战的 那过往当中从来不会去轻易碰触到娱乐这一块 必须要分别出时间 重新去收集这些资讯 看这些新闻 也必须要更多的时间与神有一个祷告的时间 透过这样的祷告文当中 让孩子有一个操练跟练习如何撰写祷告文 来经历到一个生命的能力跟扩张跟改变 当我慢慢明白说原来神要的是生命跟顺服 我后来发现在这个服事当中 我有许多事情变得轻省 也快乐 也看见了原来不是我在服事别人 原来是我透过这样的服事被神给服事的 只要你有一个愿意的心 在新日团队当中能经历到在人所不能 在神凡事都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